今年42 对 你现在是在江苏哪里 江苏苏州 在苏州什么 一个好地方 一个漂亮的地方 你在做瑜伽之前 你干什么工作 在公司里 开电信营业厅 就创业是吧 对对 自己创业 长期久坐 就是经常不运动 导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生意还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产后这一块做的是非常好的 空中理疗这一块做的也可以 那为什么不干 想找一个 没有不干 然后我这个管的话 全部是我的学生在打理 我的话想寻求一些更好的发展空间 因为一直都在苏州这个小圈子里 这就矛盾了 对对 刚才你说因为练鱼家 所以对孩子的成长有缺失 现在你又要出来 生意又做得还不错 你这不很矛盾吗 你现在生意做得不错 你在本地慢慢做 多做几家连锁 又可以陪孩子 又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你现在你反而又要出来 这不很矛盾吗 而且一旦你入职以后 是否你刚才说 你还要保留你自己的瑜伽馆 那实际上这个也违背 这个敬业禁止的一些相关的要求的呀 我这个管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是让学生去打理 有入股的这种模式 我去外面应聘工作的话 可能做得好 后面也就是可以参与到管理的这种 但是你依然有股东的身份 对吧 对你原有的工作室 依然有股东的身份 同时你又要 在同类行业里边 去入职一家新的这个公司 你觉得这个有问题吗 我觉得好像不太矛盾 补充一个问题 你现在月收入是四万 然后你出来要找一个五千的工作 不是五千是底薪 因为我们瑜伽老师的话 都是底薪 加提成 我是私教上的比较多 差不多一个月能达到几万块钱 就是全天都在上私教 其实朱宏啊 在我们的舞台上 来了太多曾经创业 而且目前正在创业 创的也还不错 但是可能是碰到了天花板 所以呢 把公司交给别人去打理 然后自己再出来 挣一份低薪的工作 你不是第一个 但凡是碰到这样的选手 我们都会碰到这种逻辑漏洞 就是你说不清楚 你的这个诉求到底是否合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不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再加上你今年是四十岁的年纪 又曾经自己现在创业 创的还算良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会遭遇到全场灭灯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阐述清楚 你出来工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目标就是最好呀 能在北京 北京的话可能学习各种机会更多一点 那孩子怎么办呢 那孩子你又要去学习了 孩子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马上考高中的话都是寄宿的 不太要 对对 我可不可以理解你是想要在这个年纪 在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之下 来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出来看一看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主要还是想出去就是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好吧 你最低底薪要求的是五仙是吗 对对 来第一轮选自续后来 还有一盏灯 不客气 你